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有什么区别 私立学校教育经费自行筹集 主要靠收取学生学费和住宿费 费用昂贵 公立学校由教育行政部门 根据学校学生术 合拔公用经费 私立学校教师按上班时间长短发放工资 寒暑假工资少 无险一经落实难 公立学校教师工作稳定 收入稳定 有无险一经 享受代薪寒暑假 工资待遇会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增长 私立学校高度重视教学质量 教学质量差 没有责任心的教师可能下岗 公立学校对教学质量同样看重 但是不会淘汰教学质量差的教师 教师只要不犯原则性错误 定期注册就能在工作岗位上待到退休 再订阅 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